那個計程車齁 就給我來這樣 ㄟ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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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就這樣 紅燈右轉 啊 右轉囉 然後我過來他也不讓我 啊他就這樣右轉 啊 載客人賺錢重要 別人的生命都不重要 是不是 哈囉大家好我是卡凱 今天呢 這影片算是一點小特別啦 為什麼呢 就是我剛剛呢 出門的時候騎車回來 我真的快要被那些廢物 真的是 媽的賤人啦 快要被他們氣死了 你知道嗎 欸 唉 我綠燈執行 然後他 啊 直接講了啦 計程車啦 對就是計程車沒錯好不好 他給我紅燈右轉喔 啊紅燈右轉就算了 他媽我綠燈執行 他也不讓我喔 啊就這樣開過去 啊撞到我感覺也沒差 撞到也是你家的事 啊 你他媽的計程車 我沒看清楚 還以為是晚上9點準時來的 那種垃圾車 啊 ㄟ 以上言論不代表所有的計程車 還是有些計程車還OK啦 今天呢 就要來教大家如何來檢舉啊 檢舉那些廢物 那些三保 那些違規仔 這個影片出去喔 應該很多人都要被檢舉啦 注意點 你們在違規啊 Fuck 來 你們現在看到畫面呢 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的那個 官網啦 那我會把連結放在下方 下方喔 那其他縣市的呢 就自己去找 好 那我現在是以高雄市來講 好 那這裡呢 就是一下他的檢舉規範 啊 我來大致跟各位講一下 反正如果你要檢舉那個人呢 就是要拍到 明顯的耗製 然後他違規 的那個動作 比如說他闖紅燈嘛 你就要拍到他闖紅燈前 跟闖紅燈後的畫面 畫面我都要他闖紅燈的那個 欸 那個紅燈都要出來 就是那個 那什麼 耗製啊 他闖紅燈的那個 他違規的耗製 來 那還有 車牌要清楚 對就這樣 還要有時間 啊對 你的畫面呢 上面要有時間 他們那個 過去之後 他們應該會對一下那個時間啦 就是 對你懂的 好 那 來 這裡就 如果各位有進來的話就自己點一下 來 記得啊 我下面附的網址是高雄市的 其他縣市要自己去找一下喔 好 那這裡就點 我要檢舉 檢舉你 這裡呢 就打出那個 欸 這裡要打那個 真實姓名啊 身份證那些的 這上面的東西打完呢 就是一些自己的那個資料 打完之後 來 這裡是違規事實 來 我今天看到那台車呢 是他媽的廢物 就是 賤 一個字就是 賤 好不好 我綠燈執行 他還給我紅燈右轉 還不讓我 啊 我就真的來 要找一下這個那個 違規 是 哪一 哪一條啊 違規哪一條啊 好 我找到了 我那個 紅燈右轉嘛 那計程車他媽的 把車子當機車在騎 嘿 這是 劍爆了 就是一個劍 你知道嗎 來 來 駕車行進 有 燈光號制 管制之 交叉路口 紅燈右轉行為 來 第一個 好就這樣 來 下面來 給他內容 來補充一個 衛里浪執行車 衛里浪執行車 以及 啊 什麼 好就這樣好了 衛里浪執行車 下面呢就是他的什麼 地點 啊 來看一下 那個是 我發現那個地方是在夢十大 高雄是 啊 夢十 哎 要打夢十嗎 我想要 時代大道 大道 好 那如果呢 各位不知道你們那個 違規的地點在哪裡 你們可以上google去找一下 我剛剛呢 是從 這裡 這樣子直騎過來 直騎 我是綠燈喔 我這樣直騎過來 然後那個 那個 計程車 就給我 來這樣 叮叮叮叮叮 然後再這樣 紅燈右轉 啊 右轉囉 然後我過來 他也不讓我 啊 他就這樣右轉 啊 載客人 賺錢重要 別人的生命都不重要 是不是 媽的 健胚子 一個 這裡是時代大道 然後 與中華五路的交叉口 中華五路 其實也不用打高音 是吧 中華五路 與時代大道 交叉 入口 好 然後他的車牌號碼呢 來 經典的來了 來看一下喔 J7 啊 車牌號碼 打上去 啊 然後 然後違規的時間 啊 時間很重要 時間一定要打 啊 今天呢 是什麼 7月28號 7月28 7月28號 幾點幾分呢 哎 他是 看一下喔 16 哎 他4點 哦 4點 37分 37分 啊 然後 違規行政區呢 那也是什麼 嗯 哦 這個行政區很重要 哦 這個咬打 不然他不會踢過去啊 啊 來 車種 汽車好不好 汽車 來選擇檔案哈 首先呢 先把我們的影片檔給傳上去 這個就是重點 這個圖片跟影片就是重點 啊 你們要檢舉 要成功檢舉那個 賤人 就是要傳這個 這個最重要 哦 然後你們這個檔案啊 是要分批傳的 比如說 照片你有三張嘛 那你就要 哎 一張一張傳啊 選完檔案然後 按上傳 然後他就會開始傳了 那記得 他們說 照片的話 至少有兩張 嘿 就是 違規前違規後嘛 這個要兩張 這 這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就 嗯 就不用多說了 OK 然後當你圖片傳好之後 你就會看到下面有這些檔案 就代表你已經傳完了 哦 然後 這裡就打上你的那個嘛 那個驗證嘛 啊 好 對 然後用完之後 你就大概那個 那什麼 檢查一下啊 檢查完之後呢 然後就可以按送出 送出呢 哎 看到這個就代表你已經完成那個檢舉啊 然後就 你們就會看到手機上 哎 手機上 來 來 這裡 哎 可以看到 哎 什麼 交通 反正就是他傳給你的那個信啊 如果你有 寫信箱在上面的話 他就會傳給你說 啊 你已經檢舉完成了啊 基本上他檢舉成功 或檢舉失敗 他都會寄信給你 哎 就說 你可能缺少什麼東西啊 然後 要補啊 譬如說證據不夠啊 然後照片上面 或者是影片上面沒有時間啊 然後 不足以構成證 那個那個 違規證據啊 這樣子 之類的 那基本上就 這樣子就完成了 那 我還會再多一個動作 就是去我的信箱 信箱 來去看一下 哎 信箱可以看到 啊 這裡 哎 他寫 那個 啪啪啪啊 什麼 什麼 啪啪啪 然後會看到檢舉他的那個車牌啊 有沒有對啊 然後 我們的 東西有沒有對啊 就這樣子 OK 希望各位 學會了這道檢舉啊 檢舉 嘿 或許人家 嗯 能不能開車啊 在那耍腦殘啊 你可能想當正義魔人去嘴他一下 可是 有時候 這不是 這不是一個很好的做法 這不是一個很好的做法 你知道 就是有時候你遇到神經病 車上帶刀槍 槍炮彈藥 你也不知道 啊 路上哪裡撿到槍的 你也不知道啊 然後你這樣去 講他啊 去嘴他 去罵他 去糾正他 他一言不合 直接拿槍給你 蹦蹦 或者是拿刀給你 通通 嘿 都有可能 除非你 全身穿皮衣 然後戴那個 手套上面在套紙服 就可以跟他對打了 OK 好啦 那今天呢 影片呢 現在到這裡結束了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訂閱 小鈴鐺 分享 按出去 那就是這樣子 各位再見 拜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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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